我跟延祺呢 我们是录之前那个节目 戏学啊 但是那时候我没觉得你会特别说 那个时候不吵哈 那时候一点不吵 而且我从来没有发发现过 张延祺嘴那么大 没有可能是头大哥带着嘴大 而且他那个声音的还亮 对话量还大 他的荷尔蒙还还特别旺盛 荷尔蒙特别旺 荷尔蒙你都能感受得到 闻到了 感受到了 闻到了 哦是有点味道 扎着窝下面最浓 为啥就是我们那次录那个呢 你看那记那个数字 那个那个 开对对对在那个船上 给多少 6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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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给人的这种感觉啊 不理智 不靠谱 不淡定 我真的不淡定 我那天真的有点不耐心 被误解了哈 被误解了 第一次见张延祺不是在这 我是在别的 别的地方认识的 当时介绍张延祺一个人 就是爱豆界里面很搞笑的一个人 后来节目上发现 好搞笑 真的好搞笑 也非常聪明 未来 无可限量 哎呀 这个当面说 爱一次被爱当面说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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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